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呢 从2020年到现在为止 世界呢 是改变了非常之多 那突如而来的疫情呢 也让所有的人的生活 节奏被打乱 包括各种行业和公司的发展步伐和计划也都被打乱 那么从过去2020年初到现在为止的一年半 或者说是接近于两年时间里 在澳大利亚这个依靠矿业和金融板块为支撑的股市里面 哪一些产业或者说是哪一些的行业变化是最大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由于2020年这突如其来的疫情 使得矿业和金融业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呢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呢 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 给澳大利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包括呢 这个巨大的物资需求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天然的生产资料 像铁矿石 铜 铝约 天然气等等这些生产资料的需求 同时呢 大量的中国移民 以及呢 中国的投资也使得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20年是得到了充分的繁荣 但是由于这次的疫情 使得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今天就要来说一说 作为澳大利亚股市中 两大最重要的板块 也就是金融板块和矿业板块 在过去的两年中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们知道 由于疫情的来临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人口流动的减少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说 像银行业 特别是金融板块来说的话 他们是通过开设大量的分行 以及网点来扩充自己的业务 但是由于疫情的封锁 使得这些传统的路径已经不再能够实施了 因此呢 实际上呢 从2020年开始 澳洲的四大银行采取的措施就是 一 减少实体分行和网点的数目 但是呢 不断加快他们在数字银行和数字业务上的流程 那么相比于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呢 在国内啊 像支付宝也好 微信支付也好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 是远超于正常的商业银行 在澳大利亚呢 这个情况呢 相对于没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五年中 著名的妖股 比如说是Afterpay 像是Zip 等等这些支付公司 他们的发展速度相比于澳洲的传统银行来说 也是非常之快 毫无疑问 澳洲四大央行已经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各自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比如说以Westpac为例 它也是投资了Afterpay以及Zip 等等先支付后购买的行业 或者像NAB 国民银行 就直接购买了86400等数字银行的业务 收购了这个数字银行 那么像CBA 也就是联邦银行来说的话 它也是 目前是直接推出了 他们自己的先购买后支付的APP程序 来直接硬钢我们说的Afterpay也好 或者像其他的先买后支付行业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年半 接近两年时间里面 澳洲的传统四大银行 在我看来 对于他们来说 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皇家委员会对银行的调查 基本告一段落 第二 这些传统银行 刚好利用这个疫情封锁的时间 关闭了或者说不再续约了 很多的尸体网店 而把这些资金和这些的开支 整合起来 大力投资在数字银行 以及数字业务上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 我们看到的四大银行的股票 价格现在都已经上涨 除了我之前说到的 这个印钞 或者说量化宽松的原因以外 更多的一点就是他们分别 不断地在看中网上和数字业务 这是银行上的 那么在矿业上的话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中 12个月时间里面 毕合毕托 利托和FMG 获得了天量的利润 来自于铁矿石的暴涨 但是从过去的两个月 发布的公告来看 不管是老大毕合毕托 老二利托 还是老三FMG 他们都在财报中明确说到了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将会把重心侧重在 新能源业务 什么叫新能源业务 这是我们所说的 与电动车板块相关的业务 再准确一点说 就是他们会把投资力度 放在铃矿 镍矿 银矿 等等沽矿 与电池或者与电动车板块 相关的生产资料上 所以说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板块 银行和矿业经历了很多 同时他们自己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银行是实现了 从传统的业务网点 向虚拟的数字和移动上的改变 而矿业则从传统的 铜 铁 煤 油 这些传统的重污染行业 重污染的矿 转变到新能源 当然这是名字上好听 实际上还是挖矿 但是他们的目标则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在矿业上 需要关注的重点 应该不仅仅是在铁矿石上 更多的要放在哪里 与电动车电池生产相关的那些矿商 这个就是我目前得出来 在矿业上和金融板块上 过去两年中做出的最大变化 好了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信息 欢迎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客户经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